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热门人选 他在星期六表示 如果他主管IMF将把主权债务问题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议题 拉加德正在周游世界 为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职位而寻求支持 星期六他在沙烏地阿拉伯说 主权债务的危机是最紧要的问题之一 并认为货币基金组织的责任之一就是恢复稳定 拉加德获得了欧盟以及乔治亚·摩里西斯等小国的支持 法国政府希望美国和中国也投拉加德一票 而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也倾向于支持拉加德 但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拉加德还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支持处于民主抗争之中的国家 目前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北非和中东 不过一项司法调查可能成为拉加德当选之路的绊脚石 他在2008年时裁决 受政府监管的里洋信贷 必须向萨科奇的朋友支付2.85亿欧元的赔款 因而有滥用职权之嫌 拉加德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墨西哥中央银行的主管卡斯腾斯 新唐人亚特电视路员编译